好同學我們現在開始上原子量分子量跟墨 所以東西非常重要尤其是墨 我們未來的跟化學上跟計算有關的事情 基本上都脫不了墨這件事 第一個是要講的是原子量跟分子量 原子量原子的非常非常小顆 所以質量非常非常的小 我們基本上沒有辦法測量 尤其是那古時候以前的年代 我們根本不可能測出一個原子的質量有多重 但是唯有疑氣可以測量出來不同原子的質量比 我可以知道這兩個是3比2 那兩個是1比4 他們幾比幾我可以量得出來 但是我測不出它真正的大小 但是如果我們有筆值 我們就可以有辦法了 比如說我們是1比2 那如果我當初1你就是多少?2 那我是2你就是多少?4 所以我就找一個標準 然後用比例就要把它定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是以碳12做標準 以前有不同的標準 這個是學習單上要問你的問題 以前到現在原子量的標準怎麼演變 現在是用碳12做標準 碳12做標準 碳12做標準 然後呢就去比較 它是碳的兩倍 那你就是24 我是碳的三分之一 我就是4 這樣子算出來 然後有71 氧是16 氮是14 這四個是要背的 其他的都不用背 其他的都不用背 好都不用背 就是碳12做標準 然後呢這個比值叫做原子量 因為它是一個比值 比值 所以它沒有單位 只有大小 好 數字越大就代表原子的質量越大 數字是三倍 就代表原子的質量大約就是你的三倍 大概就是你的三倍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是一些常見原子的原子量 我講過 只有這四個要背 考試的時候 這四個有可能不給 其他的都會給 要用到都會給 只有這四個有可能不給 所以只要背這四個 輕是1 碳是12 氮是14 氧是16 只有這四個是有可能不給 要背 其他的考試如果需要用到 通通都會給你 不需要背 就只要背 碳、氫、氧、氮、氮 這四個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不用再背他 這叫做原子量 用國中的程度來說 原子量就是我們之前教過的質量數 質量數如果是20 原子量就是20 這是用國中的程度來說 但是實際上的原子量通常都不是整數 這跟他的同位數有關係 這個就是你的學習單的第二題 要你去算碳的原子量多少 這跟同位數的含量有關 你上網找過資料之後 你就知道該怎麼算 所以實際的原子量跟同位數有關 一個比例 然後算出來通常都不是整數 這個我們國中不討論 那在國中程度的情況之下 通常就是質量數就是我的原子量 質量數是12 原子量就是12 質量數是30 原子量就是30 這叫做原子量 再來叫做分子量 分子量就是代表分子的質量 原子量是代表原子的質量 那麼分子量就把原子量怎麼樣 加起來嘛 因為每個原子量都代表它的質量 就把通大家的原子量都加起來 那你就它的分子量 就它的分子量 所以呢 原子量的總和就是分子量 那麼底下這一句就看看就好了 因為國中不仔細的研究 我們前面教過離子化合物 它沒有分子的狀態存在 它好多好多的東西從不堆疊在一起 所以它其實沒有所謂的分子量 它叫做磨質量 那麼我們後面會教磨 不過這個你看過就算 未來我們通通叫它分子量 我們通通叫它分子量來做 所以這個不需要特別管它 叫做所謂的磨質量 看一下就好 剛才講原子量是代表原子的質量 它只有大小沒有單位 那分子量是把原子量加起來 代表分子的質量大小 它也是一樣 只有大小沒有單位 所以原子量跟分子量都是只有大小 越大就代表質量越大 三倍的質量當然是你的三倍 但是它沒有單位 就是跟各位簡單的介紹 什麼叫做原子量跟分子量